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另外举一个例子 第二 云合有众生 谨闻佛名 而便得道 在经里面 大尊他是在筑解大扁伯尔经 也就是摩河伯罗伯蜜经 但是这个经我们这样看 有时候觉得也没什么 但是仔细看的时候 会发现到他丢出很多的疑难杂症 有时候问题非常非常的多 不探究则疑 一探究问题 不好解决的 可是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回答 比如说经里面 里面就有菩萨这么发愿 说我得无上正等菩提的时候 十方如恒和沙等世界中的众生 只要他们听到我的名号 都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欲得如是等功德者 我们应该学波罗波罗蜜 或许就有人想 那你赶快修 那你赶快修 你的名号告诉我 那我听到你的名号 我就成活了 这个问题就来了 是不是真的听到佛的名号 你就能够成就无上正确呢 那论 就有人放炮了 那就开始放炮 问曰有人生子佛事 他不只听到佛名 他是跟佛生活在一起的 那这些人难道每个都生活了吗 就丢出这个问题 有人生在佛那个地方 在佛法中 甚至有人堕地 比如说提伯达多等等 三不善法 复心固堕地 三不善法就贪嗔痴 三读 始终云和言 去佛如恒河沙等世界 但问佛名便得到也 他跟着佛那么近 就在娑婆世界跟着佛 不只是听闻佛名 还是跟着佛一起修行的人 他都下地狱了 何况你在遥远 那么这个如恒河沙等世界 那么远的地方 听到佛名就能够得到吗 我们看龙书菩萨怎么回答 龙书菩萨就说 那要看你念的佛是哪一种佛 你听到的佛名是哪一种佛名 有两种 一者法性生生佛 二者随众生优劣献化佛 法性生生佛 就是这个佛 他是悟得法性 但是 这个法性 等于是以法为性 他是透彻了解到 他的诸法实相 能够见到这个法性生生佛的人 也代表说 他本身对这个法有相当的体悟 比如说我们在正义案经 里面也提到 就是有莲花色比丘尼 他很想赶快去见佛 对不对 那么叙布提 他本来也想去见佛 佛中到那天要下来 离时间太久 大家都很想去见佛 联合社比丘尼他想 那我怎么能够先见佛呢 如果说以伦理来讲 那借纳也有高低 也有长老比丘 长老比丘 怎么伦怎么牌 都不是第一个 所以他就犯成转人圣王 那虚伯理他也想急着去见佛 可是他想 这个佛是生下来就是佛吗 或者说佛他是由于修行 体悟到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五云皆空 误得这个法性来成佛呢 想一想 佛并不是这个色身 就是佛啊 应该是误得法性在成佛 所以 虚伯理他继续缝他的衣服 虚伯理他见到佛以后 他就很高兴 我第一个见到佛 佛说对不起 不是你 是虚伯理 在哪里呢 他在那边缝衣服 很遥远的地方 佛就说 虚伯理他是先见佛的色身 可是虚伯理先见佛的法身 先见佛的法身 同样的 我们这个法身 法性身跟佛 问题是你要证得 同样的甚深的法性 才能够见到这个佛 如果你能够证到这样 那听到这个佛名 你可以成佛 那当然了啦 所以如果是 你随着众生现身佛 那虽共佛助 随夜因缘 甚至还有的会多低 那如果是法性生身佛的话 那是无事不济 无愿不满 底下就有问曰 释迦文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他也是法性身身佛的一分 无有一体 那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 有做无逆罪人 甚至还有的饥饿 还有贼道等等 这些恶事出现 那论主就回答 释迦牟尼佛 他本愿就希望出二世 这个也是导师 或者说其他诸佛 赞叹的地方 很多佛 他是希望说 在某某净土 都是大圣菩萨 等等等等 可是我们本世释迦牟尼佛 他是希望生在我所二世 度化众生 那并不是说 这个生在净土的 在净土的佛就比较殊胜 他的弟子多 他比较优秀 这个释迦牟尼佛 比较差一点 其实不是 真正的佛 他是圆满才成佛 慈悲乎的智慧 通通圆满才成佛 如果不圆满 那就不是佛了 所以佛是道童 佛都是平等的 他会有这种 这种视线的差别 那是众生 他是跟众生的缘 或是他的愿 其实佛都是平等的 所以这里就提到 释迦牟尼佛 他是以本愿 欲以道法度的众生 不畏富贵事的古出 若佛以利与之 无失者无失不能 那佛本身是没问题 主要呢 问题是出在众生 福得力薄 罪够深重固 不得随意度多 这边我就讲重点 我们看这一段的道主第二行 以事故说 闻佛名有得到者 有不得者 这边就加以分别了 好 复赐 佛身 无量阿生其 种种不同 阿生其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 那有的佛 他为众生说法令得到责 这是说法的 那有的佛 他度化众生 他是靠放光 众生看到佛放光而得到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持土的佛 是其他的佛 其他国土的佛 由以神通变化 只是其心而得到者 有佛 但现色身而得到者 有佛 变身毛孔 出众妙香 众生文之而得到者 他是闻到佛香 我们这五卓是一出汗 那是臭的 众生闻着 要走到逃避都来不及 来得到 那就不容易 有佛与食与众生命得到者 这个不错 这个有的吃又可以得到 有佛众生但念而得到者 有佛能以一切草木之生而做佛事 并众生得到者 有佛众生文明而得到者 这只是佛度化众生各种不同的国度 度化众生不同的三角方便 正好你那个地方的国度 佛用这种方法 有了这个得到有了那个得到 那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可能就不是文佛名就可以得度了 为是佛顾说言 我作佛时其文明皆令得度 下面这个很重要 副次 他有很多很多副次 对不对 文明不但以名便得到也 文以修道然后得度 就是说他听了佛名 不是说听了佛名马上就得度了 他听了佛名以后 他觉得说 原来有佛法 那这个佛怎么成道的呢 他是修菩萨行 断烦恼 度化众生 圆满福德智慧之良才成果的 有为者亦弱是 他是这么成果的 那我一步一步的学 我将来可以成佛 所以他是听了佛名 知道有佛法 知道有三报 知道去恭敬佛法 去理解佛法 去研读佛法 去听经文法 依法而行 弘扬佛法 顾持佛法 是这样子 他才能够 文以修道得度 所以这个文佛名 并只是一个得度因缘 他并不是说 文佛名就马上能够得度 所以荣书菩萨这个论主脑筋很好 针对这些问题 他提供各种不同的解答 所以在第八页 第一行的最后 是但说文明 文明 这是得到因缘 并不是说文佛名 就马上能够得到 这个道有菩提的意思 菩提 正道 他是正的菩提 好 那这个来者不散 他马上就继续追问 问曰 此经言 文诸佛名 即使得到 不言文明以修道乃得 他说 这个经有讲 听到佛名的话 当下就要得到 不是说听我们佛名 还要修道修很久 才成到 论主又回答了 今言即使 不言一心中 但言更无意识兼之 故言即使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 好 我发心 要成佛 我发这个心 马上 就不再起杂念 不再起恶念 甚至不起凡夫的念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就是向着佛道这边走 没有其他的杂念 夹杂进来 那么这样子 也叫做一心 这样也叫一心 那么底下有举这个经 来做经证 譬如经中说 修慈心时 即修其诀意 修慈悲心 然后又修其诀志 那乱者言 慈三昧有肉 有人认为慈悲的定 他是有肉 有肉就是有烦恼 原众生法 为什么可以及时修七诀之呢 有人认为七诀之是无肉法 就是清净的法 一个有肉怎么可以同时修无肉呢 那论主就答 从此其语 就从慈心三昧出定的时候 马上就修七诀之 没有其他的法 兼诈 更无与法 顾眼及时 所以及时 这个语词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同时 第二个呢 虽久 更无异法 虽然说过了很久很久很久 可是没有其他的法 夹操在里面 及时心而得修七诀 亦明及时 再一个复词 有众生福得纯熟 结始心薄 结始 结始就是烦恼的别名 心有千千结 这个结就是烦恼 始也是烦恼的别名 众生福得很纯熟 他的烦恼很薄 应当得到 那么他等于是怎么样 他已经这个因缘快聚足了 最后临门一脚 若吻佛名即使得到 这一类的众生 他其实已经 累积相当相当多的质量 最后一个触眉 马上让他得到 又复以佛威力固 闻己得度 譬如所拥若无智者 得小因缘便自愧 比如说举窗 种种 或者说成熟的果实 没有人取 微风一年那就堕落 等等 所以为这样的人说 就是烦恼很薄 那 福得自慧自良 很具足的 最后 闻佛名 及时得度 所以我们从龙树菩萨的回答 大概可以看出来 龙树菩萨他有一种 淡化他力的倾向 因为他著作 大致的论 他是以智慧增上为主 那不是只有靠信心 所以我们往后会提到 佛法大海 佛教的智慧大海 信为能入 信心是入 一个入文 可是智为能度 真正度彼岸不是靠信心 他是靠智慧去度彼岸 信为能入 智为能度 所以 龙树菩萨的回答 非常 强调这个因缘法 那这些可以当作我们的参考 也就是说 自己的修行 他有什么程度 不能够得少为主